然后这条教大家的是自动辨识语音 就是那叫什么 今天有一段影片你已经本身已经有音讯了 那这段音讯的话 会帮你把他的字幕直接上上去 然后先讲一下 刚才还有一个读稿机的东西 那就是在Captop它一开始打开之后 开始创作的上面有一个工具列 把它展开之后呢 这些都是它额外的一些效果 然后包含最近比较红危险AI背景 AI模特这些都可以使用 那读稿机的部分呢 其实它是点进来之后 你可以在这边编辑你自己要的文字 然后就是透过这个稿机 它可以编录影 然后你就可以看着手机编念你的台词 那那个台词的部分呢 你可以从设定这边调它的颜色大小 然后也可以针对它的文字速率去做调整 那这个是这里 它可以调整它的移动的速度 所以这个是读稿机的功能 对那这个就是额外补充而已 那我们现在就进到 呃 教学的部分 那在选影片的时候呢 就是你就直接选你要给它使用的音乐 那我现在就直接用这个 那它就是本身含音讯的部分呢 那我现在呢就是 我现在就是呢把它的那个音讯的部分 点它之后呢按那个 点击文字 然后文字这边有一个叫做自动字幕的东西 然后大家可以点这个自动字幕 然后它的音乐 它其实有分成两个版本 一个是呃纯人声跟歌词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后来发现它的自动字幕 没办法整个有背景音乐的 因为它会把背景音乐的那个 呃旋律也把它算成是歌词 所以它不能用自动字幕 你要用自动歌词 这种歌词的话 它就会只分析出背景音乐的文字内容 不会分析到它的旋律 对 所以当你选歌跟选纯人声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它都可以读出来 像我现在选自动字幕 也能看一次 如果你选成自动字幕 因为我现在选的是一首歌嘛 然后它这边的音乐来源 你这边可以选取语言 然后它语言的那个库存蛮多的 中文英文 就我们常用的一定都有 对 所以我现在先是 应该是英文歌嘛 然后我先用自动字幕按一次 它就会写建立 然后它写无法建立 因为它是歌曲 它还有背景旋律 那我们今天如果要 编辑像这样子的歌曲的话 就要选自动歌词 然后我也要选英文 然后音乐来源 应该是从影片 然后就按开始 好 那这样子 它的歌词就自动帮你载进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帮我 看一下画面 它的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因为我的那个画面 我没有把它原本的那个 音乐录影的那个 小 其他文字删掉 但是它的文字 就是会出现在你的画面 中下角左右 然后它的 文字的对 对到音乐 跟对到画面的那个 速率 其实是蛮符合 所以这个功能其实很好用 不管是任何模式 都是 没错 那在这个功能 使用中的时候 其实它的 这个文字 你可以在额外做编辑 就是可以变成 你想要的特效 对 你这边它有很多模板 可以使用 然后你也可以针对它 第一次编辑 就是你有几个歌词 它生成了几个歌词 就可以有 跟针对几个去做编辑 所以它可以全部都用同一个模板 你也可以换不同的模板在歌词上面 对 然后这个的话是自动 自动生成 还有一个功能是 如果你今天是文字 已经输入好了 然后你不想要用它 原本歌曲 那你可以这么做 我先把原本的影片的声音进声 这里有个键 按一下就刚好交过 然后我先选择这个字幕 点它之后呢 有一个叫做文字转语 它可以直接阅读出 你的文字 然后你按了之后呢 可以按套用所有歌词 它就可以一次把整个影片的文字 全部关于读完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 就是有些人不会看 就是有些影片 它的开头 会用什么Google 小姐语音或什么 好 然后先说 因为它是 Camp Cup 它是国际版 它只有英文的功能 如果你要中文的话 可以用剪影 所以刚才有提到 好 然后我们选这个 Chill Girl OK 然后我们按确定 它就会自动帮你转成语音 然后每一句都会有 对 没错 就像这样的按捏出来 它就是一个 换一个人生 去读你的文字 找到一个功能 这里的话 主要就是教大家 在文字跟字幕上面的运用 好 到这边 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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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那个 你刚刚途中 它也成功的部分 Google Translate 它可能在 途正常的声音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它在途里 比方说新闻播报 会比较快 或者是差 或者是 Google Translate 还是没有办法 做到像它 这样把 都行 所以 它会 它会持未来的趋势 它会持未来的趋势 它会持有很多 互相供 或者是 对 好 我们继续咯 好 那下一个是介绍 谍图 那的话 这叠图就是你可以在你原本的影片上面 可能再放上一个一小张照片 或者是一个影片 你就把它插入这样的状态 那的话 要怎么用的话呢 就是在下面这一绑就是有很多功能里面 你去选一个图片很像 有一个叫做重叠在文字跟特效之间 那你就点 然后你就可以点兴奋重叠 然后就可以从数据库里面去 想要加入的影片或者是照片 那我这边是已经加入完 就是旁边就可以看到视窗上面 会有一个小小的影片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双手 就是两只手指去做缩放 然后你也可以在下面这边 你可以直接选择说 像说用自动调整比例 或者是基础去调整它 或是编辑也可以 像说如果我想要把它变成 我想要直接裁剪它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缩小之类的 然后它也有固定的比例 像1比1 4比3之类的可以选择 那裁剪完之后就会变成这样 那如果今天你会想要把它变成 像说你只想要人 你不想要被子的话 那它在这个功能里面也有一个叫做自动 自动调整的一个功能 叫调整的 然后你可以选择直接点移图 移除背景 然后它就会直接 就是直接自动的帮你给 你可以按移除背景之后 你看你要自己选择 自己去描边还是要它直接系统帮你描好 那如果你点就是 比如你没有选说自动描 你没有选说就是自己描边的话 那它出来就会变这样 那的话你影片播放的时候 它就只会显示人 这样 那这个影片呢 它一样可以选择说你要加转场 还有退场的动画 像说这边在插入动画的地方 就可以选择说你进场要怎么进场 那你退场的话 我们就可以随便选一个你喜欢的方式 那做出来的话它就会像这样 慢慢的出来 然后到结尾里它就会慢慢的消失 刚刚是介绍叠图的功能 那叠图我觉得它很厉害的是 它还可以用到动画的 这也是我觉得很难在其他人 我真的很强大吗 在我来讲这个关键影格的部分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有一位同学 我们同学跳舞的影片 然后就是在 大家如果有看过一些就是跳舞的影片的话 都会觉得他们的影片的那个运镜 好像很有动感 然后跟一般就是定点拍摄的不太一样 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了这个关键影格的效果 那如果同学想要试着操作看看的话 首先就是你要先点击就是这个影片 然后接下来的话可以看到就是 在这个播放键的旁边有一个菱形的小点 然后这个的效果就是你可以在就是动作的一开始的时候 例如说我到他要开始动作的时候 我在这边先加入一个关键 然后接下来就是到就是到他 就是动作结束的那个那个顿点 我再帮他加一个 然后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就是在这之间 例如说我就可以调整说他在开始到这个动作做下去的瞬间 我可以就是例如说我可以放下他 然后让他更直中 或是我也可以就是移动他的位置 然后或是左移右移 就是他可以调整缩放 或是或是他的大小 然后也可以就是 就是调整他的是不是水平 就是像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太难的话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对来说没有很简单 所以就是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家错的话 可以用这个简的方式再把这个影子删掉 然后比较方便的操作方式是你可以点完这个之后 你可以按下面有一个相机追踪 在删除的右手边 然后按了相机追踪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他有一个AI移动跟一个相机追踪 那我们可以先看相机追踪这里 然后他会有就是脸部身体和手 那因为这个影片中我们的这个跳舞的人 主要是手会 比较明显 所以要就是选择身体的话 就会他会比较跟得到 就是他的萤幕中心点都会有这个人的身体的中心 不管影片能看什么 最后他的身体从头到尾 在他这个关键因果的追踪的范围之间 他都会引起他的身体的中心 这个东西必须要专业的电脑影片编辑来 才做得到这个风格的中心 在现在连手机都会得到 所以他这个真的想讲 好 请他继续 好 然后我们就按开始 然后他就会套用这个相机追踪的特效 你可以换个角度想 如果我今天这个人是在卖包 那我今天一个人在那边 工具 然后他拿这个包 他有嘴巴乱走 他这个包就会有更新 这个也有更新 那你可以碰到这一方的时候 你都设定你的东西 这个也有更新 所以你随便你怎么走 这个方式也会有更新 好 然后就是这样子 他就会 这个影片他就已经 就是跟着这个跳舞的同学的身体 有一些就是动态影子 然后就可以看 他下面就会 扎开得到嘛 就是他下面这边 就会多了许多许多的 这个动态影子 全部都是小小的菱形这样 嗯 然后布放起来的话 就会 就是我们画面 就会跟着同学移动 哎 为什么他会跑到 上面偏向的位置 也没有 他怎么动 就是因为他的腰线 那个地方 有一个中心点 然后这个影片 就不会跑到 万里 对 就好像你在学校 拍球 对在固球 你可能固定站的位置 就是这样 可是你其实你不需要 你的手机一直堆 的那个人跑 今天如果是广角拍 然后用这个动态 就是用最内部球 那么他自己 就会按照你的球 在哪里 然后 因为老师刚刚有讲到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 针对一个东西 就是像包包 或什么的话 然后这一支的话 也是我直接用 tumbtumb剪出来的影片 然后这一个是 代言 嗯 业配 这一罐杰肤水 然后我的追踪 我就是主要是放在 这一罐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好像会卡 好 反正就是 嗯 主要的话 会是让他的 不用拖拉的 我就不用直接放的 就是 他的画面主要 会是以这一罐为主 所以我从头 到他拉起来 拉上去的时候 我的中心点都是 以这一罐为主 然后再把它缩小到 我整个人上面 然后 跳舞的部分 就是 略过 然后最后 把他放下的时候 一样再把他拉回到 中心点 跟着他向下 然后再放大 这些都是用 关键银格做出来的效果 所以把他点开来 给你们看 他的那个关键证 而且看到 他的灵性的部分 就是会有这么多 对 那这些都是你需要用 这样子 新增跟减少的方式去做的 那一台整个方式 就应该同学说的 这样 他的影片其实 我拉到 这边给人看 你们现在看到画面 是他已经拉成这样子的吗 但他原本的画面大小 其实是这样子 哇 你还帮Clinic代言 这样可以说多少 介绍动物商品 好 继续讲 就是 对 你用关键证的方式 把它拉到这样子的画面 不行 对啊 对啊 就开始眼睛都亮 就可以把它画到 就是隐末的状件 然后就可以对着这个做效果 对 所以这就是关键证的用处 然后为什么 不推荐使用相机追踪 然后你直接选自动生成 因为他没有办法 针对你的画面 萤幕去做比例调整 你要说他可以做这个效果 但是当你选择那个效果之后 他会再去整部影片 一起去做日理算 所以像我今天有一个大幅度的移动 像是我刚才从地板上 拿到头的位置 这样子的这个移动距离 如果你让他直接自动判断 他的画面裁切的话 你的整支影片只会剩下你的头 所以就连前面的所有移动的过程 他都会省略掉 因为他会直接把它算在画面的外面 所以如果大家要使用关键证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 针对几个大的切点 去做关键证之后 去拉到他的萤幕锁放 那大家你们可以想象的是 就是两个关键证之间的速率 是可以多调整的 但你如果是正常的话 像是这一个关键证 这里有一个关键证 这里有一个关键证 我现在这个关键证的画面是小的 所以在两个关键证中间的这一个过程 就会是从第一个关键证 到你拉到第二个画面的这一段距离 对这就是他的运算方式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种方式 这是应该是CADCAD最难操作的功能 就是他的关键证 你要学会怎么样自动调整 我觉得就像我在玩他的电脑版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会直接让他AI帮我剪片 你们讲完了吗 对 他的电脑版也很强 你可以开启其动他的AI功能 他就开始帮你自动剪片 自动帮你剪片的时候 会侦测出很多评论 他可以侦测出我哪个地方有讲最迟 然后两个地方不讲话 然后他就问我说 这些地方你都要把它砍掉吗 然后我就按下YES OMG 他的判断就会跟你的想像中的判断会差很多 所以我会选择手动侦测 就是他帮我判断出哪边有讲话的部分 都帮我判断出来了 没有讲话的部分 他就帮我表示不同的一个bug 那我就直接去用手动的去做调整 他就帮我标注出了这一半的工作 那剩下的我就不麻烦他 因为有一些他真的要砍或不砍是由我来决定的 所以我就会这样去做一个选择 好 那谢谢他们今天分享这个 我觉得